《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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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信念摩恩 我们先打开圣的话 我们一起看《罗马书》 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九章 我们看我们使徒保罗 他怎么为他的亲族 他的骨肉之亲来祷告 九章第二节 保罗说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很迫切 很爱他的亲族 爱以色列民族的心 有凡事在这里 凡事在他的忧伤 他的忧愁 常有伤痛之心 但是我们再看 第九章第十五节 保罗又说 因为神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这是神的主权 我们再看第二十八节 这里又说到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数数的完结 有如以赛亚先知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给我们存留于宗 我们早已像 索多玛 俄摩拉 的样子 这是神的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上帝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各位我们的神 祂是怜悯人的神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 祂是有绝对的主权的神 特别当我们人都堕落 离开神 选择活在罪中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对神说 神啊 你必须来救我 今天 圣经很清楚说 若不是神先怜悯我们 给我们存留于宗 我们早就像索多玛 俄摩拉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 所有的人都灭亡 所以当我们今天农历新年 我们为我们的家庭 家族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抱着怎样的眼光和心态 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抱着的心态是 神啊 你要来救我的家人 所有我的家族 我们有心态有怎样 或者我们心里面说 神啊 我这么多年跟他们传福音 我放尽这么多心事来这样做 神祢应该来救他们 旁边那个弟兄那个姐妹 刚刚来教会 然后不久 他的家人都来教会 就信主 所以问题是 我们的整个的心态里面 我们不是求神怜悯 我们是要求神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受的教导是 我们要摇动主的手 我们逼神来做工 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想 尤其是当我们讲到传福音 也对我们的家人家族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稍微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这样 但是各位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没有认识过 圣经真正告诉我们的事 当始祖亚当夏娃 堕落犯罪之后 从他们出来的万族万民 没有一个人是敬畏神的 我们华人 各位看 我们华人的家族 这么多世代 违背神 拜偶像 靠自己 满足私欲来活 我们看这个农历新年一来的时候 这是什么文化 恭喜发财文化 对不对 都是自己要多得 要满足自己的这个文化里面 没有上帝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那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 各位有没有问 但是呢 在这样的光景 神的恩典临到谁 临到我们 起码我们今天坐在这样 坐在这边的人 当然你的家族里面 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信 只有你一个人信 有些人是真的这样 整个家族都还没有信 但是为什么 你能够信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神的恩典在整个堕落的 你的陈家 你的朱家 你的灵家 你的李家 都是拜偶像的这个 但是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你们 所以这个本身就告诉我们 神的恩惠来到我们身上了 我们能够认识 祂的恩惠 接受祂的救恩 因为我们的缘故 所以下面才有机会 才有可能 有那个可能性 我的家庭家族才能够得救 我和我一家 我的下一代才有机会得救 我们先要有这样的心态 来为家族福音花祷告 不是我们天天看到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一直灰心 一直埋怨神 然后心里面好像对她伸出那种不信 好像说 主啊 为什么祢没有怜悯 因为我的姑姑呢 她一生 她信主到今天五十多年 一生为家族 就是祷告 没有为家人 闭上她祷告的眼睛过 这样做 有时候这样的迫切的祷告 真的是来自主 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 有时候也来自自己 我甚至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呢 有时候他陷入低谷的时候 他跟我说 很灰心 为什么我哥哥到现在没有信 还是拜偶像 为什么我这个弟弟还没有信 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那个唐嫂什么的 还没有信 这个东西 有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很想跟他讲 我说 姑姑啊 神有义务拯救你的全家吗 我甚至心里面是很想跟他讲这句话 这是我心里面的认识 我心里面说 神起码拯救了你 也在我们的诸家里面 也有三分之一的人 借着你的祷告得拯救 这个当中有两个传道人 我是其中一个 对不对 我这样跟他说 但是当你的心态是因为你放进这么多的心思 这么多的祷告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神有义务要拯救我们全部人的主家 这个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心态已经错了 你只有说因为神是怜悯的 但是你忘了祂的主权 你忘了祂的公义 你忘了祂有主权能够施行救恩 祂能够拣选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 我们在为家族祷告 现在还活着的家人 还有机会信主 但是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的心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为他们的祷告不是摇动主的手来救 乃是跟主一起同工 因为主要做的事 没有人能够阻挡 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所以主啊 求祢向他们施恩 我们每一年看到他们的时候 看到他们有病痛 他们有老迈 或者他们有一些刚硬的时候 求主向他们施恩 所以我们为家族福音化 祷告的人的心态非常重要 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神的怜悯 另一方面要认识神的主权 有时 我们有一些的家人家族 在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这个当中 他们就好像不认识主这样 然后这样离开了 这个当中 神 选择 借着这样的情况 来彰显祂的愤怒 祂的公义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 我们看到有一些家族 家庭 他们有一天看他们去教会 有一天他们信主 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 他们呼求耶稣的名 对不对 我们前两天参加我们恩父亲的 葬礼的时候 老人家到七十岁 对不对 七十岁 家里面有一些苦难 来的时候 很奇妙的 一生拜偶像 从来没有认识过什么耶和华上帝 什么耶稣基督 没有认识过 没有这个观念 能够这样的 他的心柔软起来 食心变成肉心 这样的来信主 在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信 另外一个信 对不对 神就彰显祂的恩典 怜悯 各位一定明白 所以我们是一个见证人 我们即便是传福音者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见证人 我们有时候目睹这一切之后 我们向主祷告 主 求祢施恩 对不对 尤其我们每年我们去探望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为什么今天相聚 我们相聚之后 我们分散 然后我们又去贺年 又去探望我们的家人家属 然后为他们 我们一直传 但是他们 每年看到他们 又一直拒绝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灰心 或者这两年 这个疫情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真的没有信 然后这样的 就走了 神告诉我们什么 有一些 他们得到神的愤怒 然后他们这样走了 有时候很凄惨的离开 但是 借着这个来叫活着的 还能够有机会的 对不对 他们被激动 他们知道 人就这样走 生病就走 这么有钱 然后人病了 什么都是假的 忽然间这样 各位有没有想过 神有时候借着人这样离开 有感动你周围另外一群人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 为家族 因为我们心里面 为他们忧伤 我们很盼望 因为我们有骨肉之情 那时候 我们不明白 其实神做的东西是最伟大的 最美的 把人从实心转为肉心的事情 把神的公义全能彰显出来 叫万人都会敬畏祂 那么所以 我们做一个见证者 我们也做一个代言人 把上帝的作为 就是传出来 传给下一代人 就是这样 当然 我这样说 我们对家人的祷 亲族的祷告 是应该要像保罗一样 为骨肉之情 常有忧伤 大有忧愁 这是我们人性的呼求 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是知道 神有绝对的主权 我们只能向祂求 怜悯 当我们祷告的心态正确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同工 不会一直留在心里面很多的园区 很多的未知数 我们是跟神同工的人 我们敬拜的这位上帝 不是 上帝啊 你身不可测 有时忽然间变脸 有时忽然间要发怒 有时候不知道你这样的上帝 你怎样为家人家族祷告 你就活在惧怕党 你越爱的人 你越怕他们不信主 这个心态本身也是一种欺骗来的 所以今天我给各位多一处经文 我们翻到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十一章 十一章这里说 十一章十七节 你当说 上帝跟以西节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为什么叫主耶和华 因为祂有主权 英文圣经讲得更清楚 The sovereign lord 对不对 有主权的主耶和华 应该要这样翻译 对不对 有主权的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万民中召集你们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又要将以色列的地赐给你们 所以做的 上帝自己做的 不是你们的努力来激动上帝 上帝有祂的时间 祂有祂要做的事 祂要强调的事 祂要得的荣耀 祂要拯救的子民 祂必定做 到了时间祂会做 他们当神这么做的时候 他们必到那里 也必从其中除掉 一切可真恶的物 各位 可真恶的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家人还没有信存 你有没有看过 他们拜的是什么 他们信的是什么 他们拜的钱 他们拜的理念 名誉 对不对 其实不但是钱 好像这种发财的 什么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基督一看都知道是邪恶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教会不懂 有时候弟兄怎么样 恭喜发财 不要讲这样的话 这个是世界的理念来的 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知道 这个是没有希望的世界来的 这个东西 我们是足利蒙恩 对不对 我们是愿神与你同在 愿神差遣你到你的家族家庭去 然后拯救他们 拆不拆什么 我们都很多钱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的信念完全被洗净 我们的心态 我们活着的目的 动机 我们看到家人家族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的怜悯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你对神的道 神的话 神的圣洁认识多少 你为家族的祷告才正确 我今天不是个 神的牛主权 有些人是灭亡的 有些你不要管上帝拣选谁 但是你要知道 今天你认定祂的圣洁的拣选 你认定祂的怜悯的时候 你呼求祂的心态就对了 然后在神自己做的时候 把所有的偶像 人的偶像是在人的心中的 对不对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合一来做什么 对不对 合一来敬拜这位神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 这是什么 如果我们读这处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神是在讲 那七十年 以色列被掳 犹大被掳 对不对 拜偶像被掳的时候 神将他们交在巴比伦外邦 七十年之后 把他们那个拜偶像的根除掉之后 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来 教他们世世代代 会懂得敬畏我的事情 这是神做的 没有人可以说 神啊 为什么要七十年 六十年可以不可以 没有一个人能这样跟神说 祂定的七十年 祂定的完整数 祂定的最美的时间里面 来成就最伟大的事情 那上帝是这样的上帝 所以 这个时候 我把心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的肉体中 除掉石心 石头的心 给他们肉心 能够像人的话 像神的话 能够反映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遵守遵行我的典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处经文 你一读的时候 你会马上有一个感觉到神在强调什么 神的整个的强调是 我做 我必着急 我必除掉 我必赐给他们信心 我必做他们的神 对不对 I will gather I will remove I will give and I will be their God 对 如果你读英文 都是我 我 我 我做的 对不对 不是神啊 你看我这个亲友 病得这么惨了 快点连免他 救他 那个东西 这个世界很多人病得很惨 但是还是很恶毒 你们明白吗 还是拒绝神 病得要死的时候 还在想 这个彩票有没有中 心里面是刚硬的 其实这个明白吗 也不能说 我这么努力传福音的话 神啊 你应该要拯救我的家 一切人的条件 人的努力 人的一切的方法 没有一个能够将人的灵魂挽回 因为人的问题是什么 是内心刚硬 像实心硬得不得了 所以 你跟他讲 钱的时候 他眼睛亮起来 你跟他讲 上帝 心关掉 根本没有兴趣 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跟他说 很多人爱你 他很开心 你说神爱你 一点感觉都没有 实心啊 然后OK 这个不可以 你现在讲 你看我们的家族 哪一个堂表 表书表少 他们怎样 一生拜偶像 你看 这个病 那个病 糖尿病 这个窃掉 手指就 还不来到神的面前 人病的是这样的了 不会死的了 这样明白吗 这个叫石头的心 有救恩 就是给临到人 那时候 但是 给他看这个例子 爱他的例子 审判的例子 都没有感觉 这个东西 这个叫实心 你们了解吗 这石头的心 你心石头的时候 你不能像先知的话 不能像圣经的话 像神的话 不能像这个反应 一点感动都没有 所以 谁能够改变这个心 谁能够医治这个心呢 所以我们要 为什么今天相聚 我们出去 要拜年 我们的心态是 主啊 求你怜悯他们 把他们的实心 变成肉心 赐给他们肉心 我们出去的时候 这个心是我们的祷告来的 因为一切的果效 由心发出 所以你的心态 你出去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 你是一羡慕他们的成功 然后他们好像在你面前 像巨人一样 什么 各位 你的心已经不能为他们祷告 那个时候 你的心是反而被压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两年的疫情 我没有看到一个亲友 有时很骄傲的 什么 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 哇 很多人 我去哪里玩啊 我去哪里 没有 这两年没有 每个diamdiam 对不对 每个 现在很危险 戴口罩 还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连那个情况 一改变一点点的时候 无论什么 有钱的人 高尚的人 他们都谦卑下来 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神给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要得到勉励 反而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里 我们有信心 对不对 我们看到 神已经在世人当中谦卑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你何必去到亲友们面前的时候 羡慕他们什么这些东西 不是 反而你自己有一点紧迫感 反而有一点很谨慎 然后有一点着急一点 对不对 也知道 这是主的工作已经临到的时候 所以你跟他们传福音做见证 还是讲什么的时候 你的心有平稳 有窃取 有自信 这是为什么 因为神已经在做了 并不是你很伟大 对不对 神已经在做了 你要懂得跟神同工 你要以主的心为心 所以神说 当我做的时候 当我赐给他们肉 他们必要怎样 他们要顺服我 他们要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一个真的遵行顺服神的典章的人 他们是愿意要听 要明白神的典章 要知道神的道 所以他们一定会来教会 因为这个地方有神的道 所以我也顺便说 我们 其实要寻找的那些人 不是什么 很尊敬你们基督徒的 这些不是 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寻找的人 寻找的家人家族 祝福里面的这些 是那些他们愿意跟你到教会来的 其实你们不只是新年一天这样做 你们一整年把祷告放在这边 你们会发现 在这个当上帝做的时候 有一些人被怜悯 每年每年 你会看到可能一两个亲友 堂哥 堂弟 彪嫂还是什么 一两个 一两个 这样 他们为什么会好像谦卑下来这样 这就是神的工作 神悄悄的做 但是很迅速的做 你要寻找 所以教会的门是继续打开的 让每一个人能够进来听到神的道 不但是今天 农历新年 一整年各位要为自己的亲友们祷告 但是最后很重要怎样 我们要求主脸面 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如果在神的救恩的事情上 你们一定明白说 神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我们为家人祷告 求主 怜悯他们 我们求神怜悯了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 有另外一种心态是怎样 另外一种心态 各位学保罗 就是有忍耐 迫切 坚持到底 保罗说 我为我的亲主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各位 神听不听他的祷告 当保罗说 我大有伤痛 为我的亲主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跟基督隔离为远 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 其实有 如果你们继续看罗马书九章的时候 那边说什么 保罗他说 神的话并没有落空 因为 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 他忽然间讲这句话 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 主啊救以色列民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他们是有祢的应许的 神感动他 不是从亚伯拉罕肉身生的 都是属神的 换句话说这个意思 就是告诉他这个意思 你亲主当中 以色列亲主当中 不是都是真属以色列的 所以你们所有的亲主里面 你们一生向他们传福音 做见证 但不都是属神的 很清楚这样 其实这个经文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答案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样的 我读的时候 我每年每年跟各位 要给各位一些免励 叫各位传福音的时候 是今年 特别我昨天晚上 一翻开圣经的时候 就是我看到这个罗马书 我就想起罗马书 九章的时候 这么蒙恩的保罗 为这亲主 这么蒙恩 这么迫切 这么忧伤的祷告 而且不是一致的忧伤 常有忧伤 对不对 他就这样讲 神一定听祂的祷告嘛 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 对不对 所以我下去看 从以色列的 不都是以色列 从神的子民的家谱 生的 不都是神的子民 所以在我们的家族当中 一定会看到 有一些 不认识神的离开的 但也很奇妙的 有一些 却得着神的恩典 来到主前 最后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一切本于祂 依靠祂 归给祂 所以我们每年 在农历新年 带着祷告的心 先到教会 然后再去赫年 祝福家庭 为他们做见证 邀请他们来教会的事情 这是绝对没有落空的 你们参与主的工作 你们参与那个怜悯人的上帝的工作 喪失是你们的 然后最后你也会看到主的荣耀 所以我愿意大家去探访的时候 每年就带着越来越清楚 有窃据而去 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家庭 有一些为他们忧伤的 同时也要抓住神的怜悯 因为不是我们的忧伤能够拯救他们 乃是神的怜悯能够拯救他们 愿大家听了这篇道之后 会看见 其实 神还是最伟大的 是祂的怜悯 使完全堕落 只有实心的民族 能够得到肉心 不是我们的迫切 我们的迫切 是要连接与神的怜悯 连接与神要做的工作 祢谦卑下来 求主动工 那主透过祢的口 透过祢的祷告 祂会做工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 祢把这短短的话给我们 叫我们心里有切据 知道拯救人的是 我们的主自己 是祢向世人施恩 祢向谁施恩 谁就会来到祢面前 主 我们是祢的跟从者 我们 带着忧伤的心 特别为主给我们的家人 家庭 家族来祷告 求主怜悯他们 主 祢亲自来做 也赐给我们这群蒙恩的弟兄姐妹 在农历信念的第一天 他们就来到祢的圣殿里 献上最美的祭 主 我们心里面没有什么可求的 我们知道在地上 就是一个短暂的人生 只有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完成祢的使命 也为着主交给我们的 我们的亲人 家人 亲友 我们遇见的人 为着他们传福音 去使万民做门徒 完成这个使命之后去见祢 主 这是 当一个人遵照祢的意识心的时候 必定看见祢的恩守 随时与他同在 主 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听了祢的道 得到信心 而过一个非常蒙恩的农历信念 主 我们都是 在祢面前是基督的大使 是祢立的一个祭司 是能为祢的百姓代求的人 主 站在祢和祢的百姓的中间 为他们代求的 所以 求主 兼顾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感谢祢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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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